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整對鞋就是現在我們外形上就看到這樣了 我實際穿著之後的感覺其實相當不錯 究竟脫爪的問題是否在這呢 又看看我們待會怎樣試 剛剛試了幾下突然加速的走欄 爪地性是否叫很好呢 我又覺得一般它不叫很絕的 我會覺得上次飄馬再絕一點 但它那雙鞋就很靈活很輕 對腳負擔都沒有 跳起來呢 boost 底的感覺很豪華 很軟自治 很舒服 尤其是腳踩的保護 腳踩的boost 底的避震我覺得很強 很舒服 但是,仍然是有點粒爪的感覺 暫時就是這樣 暫時就是這樣 Harden 轉身的 我們常常都見到哈登轉身的 那呢 他這雙鞋轉身的 靈活度不錯 因為始終不夠穩 它相對地穩定 但是呢 始終後鞋呢 始終都會有些 脫的感覺 所以如果转身的时候 转身的时候 转转有少少 少少脱鞋 因为你的鞋扭 扭的时候 有少少脱鞋 我前一张鞋带很实有很实有 后一张鞋都转转有少少脱 暂时来说 我觉得在这一部分 比较不好 但是轻的那种轻量 和脚落地那种 都是灵活 落地那种 控制力很强 向前的力量很强 左右力量都强 旋转的力量稳定 好了 刚刚做完 几个步骤 发觉它是很稳定的 尤其是 它因为外側 这里 加阔了 所以步骤的时候 对鞋很稳定 而且那些编织物料 跟我之前说过一样 它没有冲出来的感觉 脚在鞋里面 它没有冲出来的 亦都是 增速底换振得很好 步骤完 也因为它有少少回弹 所以弹高 是舒服的 刚刚 步骤了几球 就算你是很 去的时候 突然间 不停 那一下 对鞋的增速 换振相当不错 例如飘马 或者一些 没有那么多空的鞋 例如 Curry 5 当你走进去 这一下 因为它那个 鼻震不好 它那个 可以震到你的脚 是痛的 这对鞋没有 舒服的 Boost 我真的很喜欢 Boost的底 是很舒服的 那个鼻震 好 试了几个防守布 包括睡布 又是脱针的感觉 但是普遍对鞋 在冲前睡布这一下 因为对鞋 可能挺适合我的脚型 我10号半脚 买回10号半 千万不要买大 我贴着我的脚型之下 我冲前押 它没有撞鞋头的感觉 有时你会发觉 打完波 咦 这个脚趾弓 瘀了 撞鞋头 这对鞋是舒服的 但是记住 买回FIT SIZE 好 对鞋呢 是比较硬的 在EOSTEP里面 完全完美 好稳定 好舒服 弹完两步 一个Boost呢 一个缓震效果好 亦都不持分 所以呢 第三步还有力量 这对鞋 如今是建设给Harden 就是Harden Harden是Molium Free 好弹的 好了 那我待会呢 又会试试着 穿对Harden 去试试比赛 看看有什么感觉 因为呢 之前已经说过 对鞋是稳定的 但是脚趾的感觉 始终在 如果我待会试试 如果一个 不要说很激烈 判激烈的比赛 这些Pick Up Game 看看那个情况 要如何 b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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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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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就是你做转身的时候它是灵活 而且你做step back的话 这对鞋其实相对地很稳定 它没有在鞋子里面有松离的感觉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它本身鞋的物料是够strong 就不像我以前穿COVID AD的时候 因为它那块布比较薄 我的脚有滲出的感觉 这对鞋一点都没有 我觉得这对鞋的造工和它的避震 这对鞋也是够绝的 我现在在几个篮球场没有那么干燥之后 其实一样都是很绝 永远都是有咄咄声的 这对鞋的脚跟的感觉始终会有 但是其实不严重 你穿回厚物 不要oversize 大了一个马 其实这对鞋是绝对没问题的 Hard and Free 说真的在我心目中 我现在最喜欢这对鞋 我会给到9.5分 不过售价方面 它真的贵的 1499 我觉得不是物有所值 又未去到物贴所值 但是我觉得是合理的价格 当然 我找朋友拿捷买的 我觉得还可以了 好吗 那今天呢 Hard and Free的分享就做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这对鞋 如果有网友问我 如果我要穿低筒买什么鞋 我极力推荐 OK 谢谢 完